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一道口感筋道 非常好吃的麻辣素牛筋 準備一個方形盒 一杯水 一茶匙鹼粉 努力的攪拌均勻 直到沒有顆粒 慢慢加入兩大匙蒟蒻粉 繼續努力攪拌 在我們努力攪拌之後 已經開始濃稠 筷子劃過有痕跡就表示可以了 30分鐘後 加一點水 用刀子切成四等份 鍋子加入三杯水 中小火 把做好的蒟蒻 輕輕的放入 這個時候的蒟蒻 還沒有完全定型 所以要輕輕的攪拌 以防它沾黏 大約要煮20到30分 在攪拌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它慢慢變硬 顏色也變白一點 再1分為2 減少煮的時間 當它們完全浮起來 然後徹底變硬 就可以了 準備一盆冷水 將蒟蒻泡在裡面 徹底降溫以後 用手掰扯出條狀 記得戴上手套 剛做好的蒟蒻 如果顏色有點偏黃 一定要換水2-3天 才可以使用 這是換水2-3天之後的顏色 變白表示鹼已經沒有殘留了 最後還有一道手續就全部完成囉 準備一個鍋子 倒入兩杯水 放入泡好的蒟蒻 煮沸5分鐘 你會發現 它變得更硬 顏色也變得更白了 這樣就好了 我們開始做麻辣素牛筋吧 準備一個小碗 放入醬油1.5大匙 碎2大匙 糖1茶匙 鹽1茶匙 拌勻備用 鍋子 鍋子加熱 放入1大匙油 1茶匙 辣椒粉 1茶匙 自製五香粉 慢慢炒香 炒香 炒香以後 放入泡好的蒟蒻 加入其他的調味料 炒香 炒香水 炒香水 蒟蒻 蒟蒻也叫抹浴 不論是自己做的或是外面買的 一定要記得換水兩到三天